梵蒂冈电台训 我们有能力行善 但也有能力摧毁天主的美妙化工 教宗方济各2月16日 在圣马尔大施加的清晨弥撒讲道中如此表示 他在谈到遇是洪水灭世的读经时指出 人甚至能毁掉友爱 在此恶行背后隐藏着战争与分裂 因此教宗强烈谴责那些 为使战争继续而向交战各方销售武器的死亡企业家 让我们为21位我们的科普特里弟兄奉献这台弥撒 他们只因为是基督徒就被斩首 教宗以这异象开始弥撒讲道 他继续说 让我们为他们祈祷 求主接纳他们 视他们为殉道者 也为他们的家人祈祷 为我悲痛不已的弟兄塔瓦德罗斯祈祷 前一天下午 教宗方济各打电话给东正教科普特里教会领袖 塔瓦德罗斯二世宗主教 对科普特里教会所遭遇的不幸 表示深切的悲痛 并许诺将在17日的清晨弥撒中 为遇难者奉献弥撒 选自创世纪的读经 展现了天主对人类恶行的异怒 预示了洪水灭世 教宗遗憾地表示 人类似乎比天主还强大 有能力摧毁天主的美妙化工 在圣经最初的几章中 我们看到很多例子 例如索多玛 哈摩拉 及巴贝尔塔 人类在这些事件中 展现了他们的恶 一种埋藏在内心的恶 有人会说 神父您不要这么消极 但这是事实 我们也有能力毁掉有爱 圣经开篇几页所记述的 加音和亚伯尔的事迹便是例子 有爱被摧毁战争开始 不是吗 嫉妒 羡慕 对权力的贪婪 想要更大的权力 的确 这似乎是消极的 但也是现实的 你们拿起一份报纸 无论左中右派的任何一份报纸 你们将看到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新闻 都是关于毁坏的消息 这是我们每日有目共睹的 教宗问道 人类内心发生了什么 耶稣告诉我们 从人心里面出来的 竟是些恶念 我们脆弱的心受伤了 始终有自主的欲望 我做我想做的事 如果我想要这个 就做这事 如果为了此事 我想发动战争 我就开战 就这样做这事 我做了 这事 不得大